第四十六章 知足章 大道的运作 叫人人要懂得知足 你不知足是偽看的大道 所以呢 人人要懂得知足跟喜福啊 是大道的微妙 天下有道 却琢瑪已奋 天下无道 是戎马 是离交 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啊 他说呢 天下早就有道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呢 是天下太平 他说天下有道 我们就用那个战马 就没有用啊 用到田野间协助生长 用马奋来施肥 设为这个田野马 马奋施肥 就是这个战马变成怎样 协助生长的 用马奋来施肥啊 天下无道的时候呢 哇 这个马都变成战马 战马给战马 协助打仗 对 然后呢 耳水更在教外 不断的养育 大应大量的什么 叫龙马生一教 所以天下有道 所以足马一份 天下无道 就龙马生一教 所以大概有道跟无道 差别有多 所以呢 真正违反的大刀 就是在一个那样 在不知足 为什么 因为罪莫大于可遇 或莫大于不知足 旧莫大于弊 因为是犯罪 为什么我们人有些罪过的 罪过都是来自于他 可遇 就是想要再有的欲望很强烈 就是因为可遇的心太强烈 因此他犯了很多的罪过 这个灾祸是怎样 在于不知足才能出的灾祸 所以安平乐道休息啊 是大道之一 那就危险是在莫大于弊德 想要莫得的时候 一直想要得 就判了违旧 如果你知道罪跟过跟旧 都在于可遇 在于不知足 在于欲德 你就可以在大道里头 去调整自己的心意 如此的 你可以远离罪过 灾祸跟违旧 所以我们看易经里头 有吉凶 违旧 在这个吉凶 违旧里头 这个易经都有这个谱卦 我们看到那个卦的话 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心动得可遇 或者心已经不知足了 或者心强欲德的话 也那个卦窑的窑都会跑出来 所以一切都是自己心的问题 所以呢 因此罪过的产生 没有比贪欲的再有这么可怕 祸乱的产生 也没有比不知足的心欲来的恐怖 违旧的造成 也没有比欲德的怎样 野心还要来的大 故知足 知足 常足 所以大家告诉我们 所以知足的满足啊 就可以恒惨的心满意旧 也就没有违旧了 所以真正的逍遥在哪里 真正的逍遥的境界在于怎样 在于知足 他不贪欲 能够断足贪嗔痴 贪嗔痴爱的人 能断足的人 他是 心灵来讲是最富足的 最充满的 所以我们要有知足的这种观念 所以知足的内心能懂得知足的人 也懂得欺负的人 这个人啊 永远是怎样感恩的 永远感到怎样怎样 永远感到非常的心灵自在的 所以知足 知足 无常足 所以我们要知道知足的满足 就可以永远保持那样 心满意旧的逍遥自在